世界如同地狱,人类既是饱受折磨的灵魂,又是作恶多端的魔鬼 在19世纪的英国,有这样一群人依靠普京生存 可在这艘普京船上,时刻发生着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冰层上猎杀海豹,冰原落水遇险,扑朔迷离的男孩强奸案 这一系列紧张自己的情节,无不刺激着人们的心弦 登登登,大家好我是登登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英国悬疑短剧《北海惊梦》 亨利是个邋遢的壮汉,刚和女人结束一场战斗 出门后不停的摆弄着小弟弟,好像染上了什么疾病 随后他来到酒吧,要喝一杯狼母酒,身上没钱 明天会出海补静,酒钱先寄在账上,回来再见 老板不傻,谁知道他出海还有没有命回来 无奈之下,他只能用身上的刀和老板赌一场 赌法非常简单,抛影币,猜正反 结果亨利猜错,酒没喝上还搭进去一把刀 真是出师不利,亨利没有放弃 这杯酒他喝定了,脱掉脚上的鞋子 想用鞋再赌一把,这就是他过分了 小刀老板可以勉强收下,臭鞋子可不收 亨利不是被欺负得住 起身和老板对峙,就在两人剑拔弄张时 一旁的小伙突然开口 只要亨利不再闹事,自己可以请他喝一杯 亨利顿时眉开眼笑,感谢小伙的盛情款待 一杯酒下肚,亨利没喝尽兴 想让小伙再请他喝一杯 可这穷人的方式太特别,割谁谁都不会愿意 两人因此起了冲突 最后还是老板出面,把亨利赶了出去 亨利心怀怨恨,躲在酒吧旁的小巷里 等小伙出来后,直接赶了小伙 拿走小伙身上的钱,还占小伙女友便宜 威胁女友不准把事情说出去 然后将小伙的尸体藏起来 等隔天警察发现尸体后 他早已逃之遥遥 另一边,医生萨姆纳来到一艘补经船上 给他搬行李的是船员小哈 小哈一边搬行李 一边给医生介绍其他成员 搬酒桶的是木匠 医生的船舱在船长室不远处 船长非常好奇 一个身处上流社会的军医 怎么会来到这个小船上 参加游离于文明世界之外的补经活动 理由非常简单 他在印度战场上受了伤 想去投奔叔叔吧 叔叔又不幸去世 临走前留下一个农场 本来他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 谁知突然冒出一个表情 想要分夸财产 他提起诉讼 一年后才会有结果 在此之前 他无事可做 也没钱可花 找律师的路上 遇见了这艘补经船的主人 两人非常聊得来 船主得知他以前是战地医生 又需要一份工作后 热情的邀请他来补经 于是他便出现在船上 为了防止出海遇上什么 他得检查一下药箱 看需要补充什么药物 这船长理解 便告诉医生 如果有需要补充的药物 可以在街上的药店随意挑选 然后把账单寄给船主 医生的话毫无破绽 但船长却不相信他 临走前专门提醒医生 他们不过是逃离文明的难民 终有一天 医生得回归文明 告别船长后 医生来到自己的船舱 在药厨上拿出一根文明棍 文明棍象征着风度和身份 是西方绅士的招牌形象 检查完药箱 医生列出一张采购清单 最后一个药品 竟然是鸦片钉 没有标明所需数量 随后医生来到药店 看到清单后 药店老板明确表示 那样自己就不赚钱了 只能给常亏掉 这涉及到人家的生活问题 医生只得同意 有总笔没有枪 因为账单是要借给船主的 医生借机和老板套近乎 让老板把鸦片钉 改成其他药品名城 采购完成后 医生来到酒吧 买了杯狼猛酒 坐在角落写日记 写着写着 他出现幻觉 看到一个小男孩的身影 他拿出包里的鸦片钉 揪着酒喝了下去 然后在回忆里沉沉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 医生被酒吧老板喊醒 还被赶了出去 穿过街道时 刚杀完人的亨利 出现在医生身后 不过并没有对医生下手 隔天 船主找到船长 两人都不相信医生的话 至于医生被军队开除的原因 两人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毕竟船上多一个人 对他们来说是件好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他们除了出海补经以外 还有别的目的 其一是为了取得 人们很久没见过的经纸 小耳上这艘船 以一种自然的方式 撞上冰山 然后沉没 这样一来 他们就能获得一大笔保险赔偿金 大概在一万两千英镑左右 相当于两千四百万人民币 有了这笔钱 他们不用再冒险出海补经 船长对船主安排卡文迪当大富 非常不满 可大富知道他们的所有计划 他们不得不带上大富 这个计划 必要时可以告诉给鱼插手亨利 这点船长不得拒绝 等他们这艘船撞上冰山后 船长不必担心安全问题 会有另一艘船兼拥有船长 事情成功后 另一艘船的武德船长会效仿他们 也来搞一次骗报 不经船队很快集结完毕 扬帆起航 殊不知 他们将一去不回 晚上 大富邀请医生喝酒 在甲板上 医生又欲见两个人 一个是二富 一个是亨利 四人乘坐小船前往港口 在二富看来 像医生这么有前途的人 不应该来到不经船上 这次出海 船长急于表现 所以准备的东西并不充分 换句话说 不经途中船可能会出事故 因为三年前船长就撞过一次冰山 导致八名船员溺水身亡 还有很多人被活活冻死 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人 一分钱也没能赚到 二富劝医生早点回去 没事别跟着送命 既然是送命 那医生就得问问 二富明知道送命 为何还会选择上船 其实二富有个梦想 驾驶属于自己的船出海 怎样才能拥有船呢 只有埋头苦干 赚钱存钱 说话前 大富和亨利到来 嘲笑二富赚钱买船的梦想 亨利突然起身 对着一个陌生人说话 至于说的什么 医生等人没听到 不等医生反应过来 亨利就和对方打了起来 双方立刻混站在一起 医生本想上去帮忙 结果还没出手就被打晕 昏迷期间 医生回忆起了往事 在印度战争中 由于他擅自离港去搜刮金银财宝 导致战友被敌军歼面 他有幸得到一个印度儿童相救 活了下来 在医生昏迷时 大富和亨利把他抬到船上 亨利在他身上搜出小皮箱的钥匙 两人趁机打开皮箱 等着了医生染上毒瘾 以及被军队开除的事 除了这些 两人还发现一枚钻戒 在镜子上滑了一下 钻戒是真的 为了得到钻戒 两人计划在捕经途中 给医生来个意外身亡 到时候这些东西就是两人的了 隔天一早 医生清醒 去甲板上散心 另一个鱼叉手大叔出现 大叔告诉医生 正是捕经前得先捕线海报 用海报炼油 不远处的大夫和亨利正在密谋 密谋什么呢 当然是怎么除掉医生 他们不能在船上动手 容易被发现 要等到去兵面猎杀海报时 神不知鬼不觉的除掉医生 随着捕经船的北上 海面上的浮兵也越来越多 大量的海报集齐在浮兵上 船员们乘坐小船 去兵面猎杀海报 医生和船长站在船上 用望远镜观察捕猎过程 不得不承认 亨利捕猎是把好手 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 亨利肯定会拿到一大笔钱 船长认为亨利的动机不是钱 至于是什么 船长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今天捕猎生活破风 船长想趁着海报群散开之前 多补典 船上只要有呼吸的人 都会被派去猎杀海报 亨利在一旁其后 医生闲着也是闲着 可以跟他们一起去 医生欣然同意亨利的提议 殊不知 他落入了亨利的圈套 第二次捕猎很快开始 医生虽然是医生 但还是第一次见这么血腥的画面 他挥动着颤抖的双手 终于拨下一张海报皮 返回途中 他遇上一道裂缝 直到自己过不去 于是向亨利求救 亨利却像没听到一样 自顾自的往前走 这下只能靠他自己了 伴随着一声枪响 医生又看到那个印度小男孩 随后缓缓滑入冰冷的海中 又猛的扶了上来 不久后 二父发现了倒在冰面上的医生 将医生救了回去 医生整个人都被冻脚 船长命众人把他抬到船舱 给他全身涂满蚝油 防止冻伤症症加重 然后又给他身上裹满热毛巾 总算是保住一条性命 为避免再出现这种情况 船长下令 医生以后不用参与不练 而且可以在船舱里 做任何他想做的事 亨利和大父非常苦恼 船长现在对医生格外照顾 他们再想下手 恐怕会难上加难 不过为了钻戒 再难脸都得上 钻戒还没到手 两人就开始商量瓜分的事 谁都不愿让给对方 既然这样 到时候就各凭本事 昏迷中 医生想起被小男孩救下后的场景 为了感谢小男孩 医生承诺会保护他 话音刚落 友军冲进屋子 一枪击毙小男孩 医生从噩梦中惊醒 躺在床上痛哭不已 后悔自己没能保护好小男孩 时间一天天过去 医生也做着本职工作 给船员们看病 因此得到船员们的信任 对医生来说 他的任务就是拯救船员们的身体 至于船员们的道德品质 他不关心 也做不到引人向善 这天 船员小哈来找医生 胃有点疼 让医生拿点止痛药 用药总得检查身体 医生发现小哈的痛点在屁股上 以为小哈得了痔疮 当他看到伤口后 这才明白小哈被人侵犯 处理完伤口 医生想知道这个人是谁 看小哈不愿说 医生也没继续追问 让小哈这周每天来吃一次药 离开前 小哈感谢医生的帮助 或许是同情小哈的遭遇 又或许是小哈的感谢打动医生 医生找上船长 把小哈的遭遇说了出来 更可恶的还在后面 小哈患上了性病 船长当即喊来大负荷小哈 质问小哈那人是谁 小哈吓坏了 一直摇头说没人 问不出结果 船长只能让小哈先回去 小哈前脚刚走 大负跟着就离开了 医生说出自己的想法 怀疑大负是欺负小哈的人 船长不以为然 既然小哈决定不追究 那他们也不用多管闲事 不久后 亨利借着处理伤口的名义 来找医生打探消息 医生一股脑的全说了出来 什么船长不打算追究 但如果小哈改变主意 说出伤害自己的人是谁 船长一定会追究到底 得到确切的消息后 亨利离开医生办公室 隔天一早 甲板上传来船员的警惑声 医生也出去看了一眼 原来他们发现了一条大鲸鱼 船长立刻下令开始不警 船员们划着小船 来到鲸鱼旁边 亨利看准时机 将带有绳索的鱼叉 狠狠刺入鲸鱼体内 只要绳索够长 不怕鲸鱼逃脱 顺着绳索的方向 船员们很快找到受伤的鲸鱼 鱼叉手亨利继续出击 一叉直刺鲸鱼的心脏 鲜血喷涌而出 船员们高声呼喊 沐浴在鲸血里的船员 宛如来自地狱的恶魔 看着船员们切割境遇 医生也想加入其中 好歹他也是用刀的 再次接触石块 医生没有了第一次的抵触 很快便融入其中 隔天早上 医生梳洗完毕 发现镜子上有一道划痕 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随后来到甲板上 大叔正在放水桶里的水 准备下一次不经行动 放着放着 水桶中突然出现小哈的尸体 医生立刻进行尸检 右手手指有受伤的痕迹 说明生前进行过打斗 颈部有明显的雷痕 说明是被勒死的 嘴里还少了半颗牙 不等医生尸检完毕 船长就下令将小哈 逢进果实部里下葬 不久后 大副找上船长 杀害小哈的凶手找到了 是那个木匠 木匠刚上船时就和剁手告急 虽然没人看到 但光听声音就知道两人在干嘛 船长立刻对木匠展开询问 木匠坚称没杀小哈 一来是两人不熟 二来是他不喜欢男孩 只喜欢男人 此话一出 船长更加怀疑他了 木匠还是那句话 他没杀小哈 杀没杀医生有办法证明 还记得小哈得了什么病吗 性病 只要检查一下木匠 就知道木匠是不是凶手 船长听后 让木匠当场脱衣一正清白 在船长的强权之下 木匠敢怒不敢言 只能当这三人的面 脱掉身上的所有衣物 供医生检查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没有被感染的迹象 身上也没有打斗痕迹 看来凶手不是木匠 即便如此 船长依旧没有放过木匠 命令他光着身子 在外面穿衣服 大副不离不扰 一口咬定木匠就是凶手 医生不敢沟通 看两人争执不下 船长出面解决问题 先把木匠关起来 有确切的证据之后 再想办法处理木匠 既然船长都发话了 两人也不再争吵 离开前 医生听到大副 想给船长说自己的秘密 好在船长没心思听 只关心什么时候能和武德船长碰面 医生慌了 回房立刻烧毁辞对信 吃晚饭时 大副急急询问 有没有人看到木匠和小哈单独见面 亨利突然跳出来 他亲眼见过木匠摸小哈脖子 不顾小哈的反抗强吻小哈 大副立刻去找船长汇报 医生非常好奇 既然有这么重要的线索 之前为什么不说 原因很简单 刚想起来 随后木匠和亨利被带到船长室 亨利还是那句话 亲眼看到木匠对小哈上下棋手 木匠真是有口难辨 只能说亨利在撒谎 他压根没碰过小哈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 搞得船长心烦 不想再浪费精力寻找凶手 毕竟他上船的目的是为了骗保 而不是断案 就这样 木匠被锁到船舱最底层 寶京船继续航行 不久后 两个船长会面 商量着骗保一事 鉴于时间太长容易暴露 船长决定在凯斯特海峡 毁掉寶京船 武德船长要做好精英准备 其他的不用担心 决心要找出真凶 为小哈报仇 在木匠这里 医生了解到 他虽然有特殊癖好 但绝不会杀人 因为在两年前一次做工时 手不小心被工友砸伤 从那以后 大拇指就再也动不了了 医生立刻告诉船长 船长不以为然 小哈的尸体已经沉入大海 谁知道脖子上有没有拇指印 好在医生早有准备 在小哈海葬前画下了伤口 现在医生可以确定 杀死小哈的是亨利 亨利为了自救 假装证人陷害木匠 为了验证这一猜效 医生提出对亨利进行检查 船长没心思想这些 为了尽快摆脱医生的纠缠 船长喊来亨利 经检查 亨利没有感染戒效 不过手臂上的伤 引起医生注意 虽然亨利说是语叉伤的 但医生并不相信 以放浓血为借口 隔开亨利的伤口 里面赫然出现半颗牙齿 小哈丢失了半颗 很明显 这半颗牙齿是小哈的 也就是说亨利是杀死小哈的凶手 证据确凿 亨利再也无法狡辩 他也不屑再继续狡辩 既然被两人发现 他索性就除掉两人 船长急忙呼喊大副 亨利抄起墙上的文明棍 直接把船长干翻 大副闻声赶来 结果被亨利一拳打倒 就在亨利准备对医生下手时 二副端着猎枪出现 几人终于将亨利制服 把他关押到船底 船长的伤势不太乐观 亨利那一棍 直接打碎了船长的头骨 对于船长来说 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按照规定 船长出事 后续的航行将由大副来指挥 大副没有因船长的死返航 反而下令继续北上 船员们强烈反对 从来没人在那么远的地方不静 而且越往北走 海边上的兵会越多 到时候只怕精美不盗 他们反而要交代在那里了 可在海上一切都得听从船长指挥 船员们再不满 也得执行船长的命令 就在二副和大副争论时 深入船来船长的哀光时 船长在痛苦中理事 不久后 大叔给医生和二副讲起了自己的梦 在梦中他们都死了 有的死为海洋 有的死为饥饿 有的死为寒冷 唯独医生活了下来 但被一头熊吞了下去 医生不明白 那自己到底是活没活 这点大叔也不知道 医生安慰大叔 只是个梦而已 别太在意 回到船舱 医生想起了印度战场 当时是长官下令 让他和其他三名军医搜刮珠宝 没想到遭到伏击 除了医生以外 其他两人都遇害 医生擅离直守非常严重 现在又处于进攻的关键阶段 长官打算让医生背负所有罪名 就说医生是偷偷去的 长官不知道 没办法 官大一挤压死人 医生虽然不愿 但迫于长官的施压 只能默默接受 医生就想打断医生的回忆 不经船卡在了兵面上 船尾受损 沉船是吃走的事 船员们立刻开始行动 把需要的东西搬到兵面上 经过一晚上的忙碌 物资基本搬运完毕 大副让二副通知武德船长 让其做好接用准备 二副先带一部分人过去 剩下的大副随后再带 还点没让医生留下来 跟着第二部人走 吩咐完这些后 大副下到船顶 发现船根本没漏 被绑的亨利突然开口 这艘船虽然看起来旧 但却十分坚固 撞上兵不会沉下去 如果大副相信他 他会帮大副搞漏这艘船 大副好奇他怎么知道这些 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知道他们大老远来这 不是为了不经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大副明白该怎么做 在亨利的指导下 大副砸漏船舱 不经船缓缓沉入海底 这时天空轰隆作响 暴风雪要来了 大副下令 躲过暴风雪后 就前往伍德船长的黑斯廷斯号 其人挤进一个小小的帐篷里 躲避外面的暴风雪 半夜医生被叫醒 暴风吹到油灯 引燃了保存物资的帐篷 他们没能及时救下物资 隔天暴风雪过去 黑斯廷斯号却不见踪影 大副认为是去躲冰山了 武德船长知道他们的位置 他们只要在原地等待救援就行 可在暴风雪中 拔毛起航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医生不明白 武德船长为什么不停在原地 医生之所以着急寻找船只 是因为他的药箱被带走 现在是没人受病 但如果黑斯廷斯号也沉船 药品就会格外重要 其实医生还有丝紧 他的毒瘾犯了 如果再不吸食 就会产生戒断反应 大副告诉大伙船只消失的事 大伙立刻开始起呼 船没了 他们该怎么办 难道要交代到这里 话越说越难听 甚至把责任推到大副身上 大副怒了 举枪打死一名船员 其他人纷纷闭嘴 不敢再多说一句 医生的阶段反应愈加强烈 在冰天雪地里脱掉上衣 好像有大叔的悉心照料 这才活了下来 戒毒期间 医生又想起了以前的事 他被军队开除后 去了很多医院 但军事法庭的审判 让他的证书变得一文不值 从那以后 他便染上毒瘾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遇见了以前的长官 想也没想就给了长官一拳 被长官认出来后 他又连忙给长官道歉 长官突然附在他耳边 说黑丝停丝号沉默了 船上的每个人都淹死在大海 回忆结束 大夫一行人划着小船 来到黑丝停丝号停泊的位置 这里只剩下船只残片 船员们不知所踪 看来是真的沉入了海底 在一块浮冰上 二夫已经被冻脚 生死不明 物资没了 救援船也沉了 这样几人生存都成问题 大夫带着几人找到一块陆地 在陆地上暗影扎寨 想活下去 首先必须要搞吃的 医生提出建议 三人一组云流打猎 每天不打猎的人 至少要在海岸边走动一小时 为什么要走动呢 因为如果不运动 血液会在血管里变得粘稠 形成血缩 气管也会衰竭 到那时就离死不远了 由于气温越来越低 他们只能拆掉一艘小艇 用来生活去难 相比于其他人而言 医生更加强壮 逐渐摆脱了毒影的控制 这天早上 帐篷外传来歌声 医生出去一看 发现了两个艾斯基摩人 饥寒交迫的大夫 迫不及待地与他们进行交易 用一把刀换来几片海豹肉 可饱餐这一顿也不行 医生提出建议 用枪换食物 一把枪怎么着也能换五支海豹 三把枪就是十五支 足够支撑他们度过这个冬天 狠心的大夫打算用一把枪换食指 在他心中 这帮人没有知识 说不定都数不到时 可事情超乎大夫的预料 两人不光能数到时 而且还未砍架 原本一把猎枪可以换五支 由于大夫的自作聪明 被两人砍到四支 大夫本想翻脸 医生及时提醒 没有这两个艾斯基摩人 他们无法度过寒度 双方最终以一把猎枪换四支海豹 达成交易 两个艾斯基摩人在不远处暗影扎寨 亨利看到了这一切 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于是趁着船员们不注意 独自找上捕猎归来的两人 故意和他们偷进户 又是吃生肉 又是吃眼球 最终博得两人的好感 两人还邀请他去帐篷抽烟唱歌 没过多久 两人就补齐了四支海豹 海面开始结兵 两人得返回营地 不然就会被困在这里 大夫不愿放两人离开 好不容易吃上饱饭 还没几天又要走 医生极力劝足 四支海豹够他们吃好几天了 只要两人再回来 他们就能活下去 大夫有自己的担心 万一两人一去不复返呢 不如留下一个 另外一个肯定会回来 医生思考良久 觉得大夫的话没错 他们可以和两人谈谈 但一定不能用武力逼迫 万一给两人逼急 指不定会做出什么出格之事 然而大夫却信心满满 两人有枪没子弹 能翻出多大的浪花 说着去和两人进行谈判 两人当然不愿 扭头就走 这大夫可受不了 刚准备开枪就被医生拦了下来 医生掏出珍藏的钻戒 和艾斯基默人进行交谈 最终达成合作 躲在帐篷后的亨利 亲眼目睹了这场交易 一个计划在他脑中浮现 马上 亨利叫向大夫 他帮大夫早传时 大夫答应过他 等时机到了 他做什么 大夫都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明天他会跟艾斯基默人离开 保证大夫以后再也见不到他 而且大夫还能多拿一份赔偿 现在大夫要做的是 给他一把刀 让他解开手铐 思考良久 大夫同意 不过有个条件 自己也要跟着离开 都在大夫手中 亨利只得答应 不过要听口哨行动 千万不能惊动其他人 天微亮 亨利偷偷来到 艾斯基默人的帐篷 残忍的伤害他们 然后拿走那枚念念不忘的钻戒 换上艾斯基默人的衣服 打算偷偷溜走 这时 大夫突然出现 他不相信亨利 所以提前来这里等待 亨利告诉他计划有变 要他去帐篷里看样东西 当他的头刚伸入帐篷 就被亨利一刀割后 解决完大夫 亨利驾驶着小船离开这里 众人醒来 看到几具尸体 立刻猜到是大夫帮亨利 解开手铐 然后被亨利杀死 要说这大夫也是活该 艾斯基默人死亡 他们以后的食物又成为难题 加上亨利这个恶魔 不知何时又会回来 因此木匠不想坐以待毙 打算去寻找艾斯基默人的营地 其他船员也加入木匠 只留下医生和大树 为了躲避刺骨的寒风 两人躲进艾斯基默人的帐篷 为了捕猎 两人只能轮流换板 这天医生捕猎时 眼前出现亨利的身影 仔细一看 原来是只北极熊 医生急忙开枪 垂着一枪没有打中 反而吓跑了凶 大叔听到枪声从帐篷里走出 医生让他回去休息 自己去追凶 大叔进入帐篷点燃油灯 可燃料不足 油灯根本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大叔拿起一本圣经 打算往灯里添加燃料 内心经过一番挣扎 始终没有撕毁圣经 因为圣经是他的信仰 没有燃料 油灯很快灭了 大叔的身体像这盏油灯一样 也逐渐失去了生命的迹象 医生还在追北极熊 在辽阔的冰天雪地里 除了医生和北极熊以外 再也没有任何有生命的物体出现 他就这样跟着熊一直走 甚至都忘了是来干嘛的 走着走着 眼前的熊突然停了下来 就在他准备开枪时 熊突然变成鸟飞走了 他崩溃不已 跪坐在地上 祈求上天别再捉弄自己 或许是上天听到了他的诉求 消失的熊出现了 在他眼中 熊变成了恶魔亨利 他毫不犹豫地举枪射击 这次的枪法很准 熊中枪倒地不起 医生趴在熊身上 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可这温暖也只是暂时到 为了活下去 他割开北极熊的肚子 把内脏都拿出来 然后钻了进去 大叔的梦实现了 船上的所有人都死了 只有医生活着 不过整个被熊吞没 不久后 路过的艾斯基摩人发现医生 把医生带回营地 在营地神父的精心照料下 医生醒了过来 身体也逐渐好转 救他回来的是当地的一名巫师 他们认为北极熊力大无穷 只有天选之子才能进入熊的身体 然而能征服熊的人 肯定有着超乎常人的力量 那是一种黑暗而又原始的力量 拥有这种力量的人 具有成为猎人的天赋 神父见过那帮巫师 是一帮穿着可怕的服饰 在兵舍里乱不乱跳的片子 而自己是真正的传教人 来到这里 是为了带领这帮野蛮又自私的人 让他们拥有自我意识 开始信奉上帝 不久后 大叔和两个艾斯基摩人的尸体被发现 连人还带回了大叔的圣经 医生承认识圣经的主人 但对于艾斯基摩人被杀一事 他闭口不谈 神父吩咐来人 让他们告诉那帮猎人 医生什么也不知道 看神父如此袒护自己 医生把亨利杀人的事说了出来 神父想知道医生的故事 那和医生不愿讲述 神父也就不再追问 由于医生被当成天选之子 当地人要求他带领猎人们打猎 不是真的打猎 就是跟着猎人 给猎人带来好运 期限大约为一周左右 作为交换 猎人会分给他几张兽皮和兽肉 有肉不吃是傻子 医生当下同意 跟着猎人打了几天猎 确实如猎人所说 他什么也不用做 站在那看着就行 几日相处下来 医生渐渐融入到猎人的生活中 和他们一起动手打链 一起睡闭雾 自此他们更加相信医生的神力 将一把小刀和部落信物赠予医生 一周时间很快过去 医生回到小屋 神父莫病在床 和艾斯金帮人相处这几日 医生有不同的见解 觉得他们非常淳朴 只是不善于表达感情而已 并不是神父所说的野蛮自私 神父的病越来越重 医生帮忙看了一眼 可能是盲肠肿胀或溃疡 必须要及时手术 得知他是一名外科医生后 神父愿意让他为自己手术 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 接下来好好休息就行 神父知道医生受了很多罪 现在都已经过去了 劝医生向前看 这一刻 医生的情绪直接迸发 哭着向神父忏悔他的过错 神父安慰他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放下心中的执念 重新开始生活 时间来到第二年春天 医生告别艾斯金帮人 坐上返回英国的渔船 他这次回去 是为了要回属于他的工资 以及追查杀人犯亨利的下落 想要回工资得找船主 他已经提前联系船主 刚下船就被带到办公室 为了表示对他的关怀 船主给他找了份工作 在伦敦一家医院当医生 薪水为安排人送到他所住的酒店 至于亨利 不用他担心 很快就会受到审判 等医生走后 船主打开一扇门 里面竟然住着亨利 船主告诉亨利 医生下定决心要找到他 为此还找了个加拿大人 来调查追踪他的行踪 如果他不及时动手 死的很有可能是他 在船主的教唆下 亨利决定今晚动手 除掉医生这个障碍 看来船主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为了隐瞒骗保一事 竟然怂恿亨利去杀医生 不过亨利对船主来说 也是个定时炸弹 船主打算借此机会干掉亨利 他的计划是 让住手半夜利用沉船的消息 把医生骗到仓库 然后让亨利突袭医生 等亨利解决完医生后 助手再开枪打死亨利 计划进行的非常顺利 亨利看到有人进入仓库 果断开枪 令亨利没想到的是 被打死的不是医生 竟然是助手 亨利知道医生没有走远 因为医生想要他的命 为了引医生献身 亨利主动扔掉手枪 在仓库里到处寻找医生 躲在暗处的医生 随时观察亨利的身影 一不留神 亨利突然消失 等医生反应过来 亨利已经出现在他面前 两人立刻扭打在一起 医生压根不是亨利的对手 很快就被亨利折服 在他快要止歇时 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刀 亨利没把他放在眼中 觉得他不敢对自己下手 甚至把手伸向下面 用力握住他的小弟弟 暗示他是个没肿的祸 医生拿受得了这样的居入 把刀缓缓刺入亨利的脖子 直到亨利倒地不起 他才拔出小刀 完成复仇后 医生回到酒店 洗清身上的血迹 想起亨利的话 他这才明白 原来船主是真的的幕后黑手 他拿起手枪来到船主的住处 看着眼前的医生 船主知道亨利和助手都失败了 于是把事情都推到亨利身上 自己原本只打算除掉亨利 没想到把医生牵扯进来 医生不信船主的鬼话 猜测船主一开始就打算除掉他 为什么要除掉他呢 因为他知道船主和船长的骗保计划 参与其中的还有大副和亨利 船长和大副都已死亡 知道这件事并且还活着的人 除了他就是亨利 船主被了不让此事暴露 打算借亨利的手除掉他 然后再让人除掉亨利 船主的计划被医生看破 索性也不再装傻 自己和法官认识多年 即便医生去法院告自己 法官也不会相信医生 这个来路不明的爱尔兰人 说不定还会进行调查 揭开医生的过去 现在亨利死了 两艘船也成了 没人知道他们所做的事 除了原本的工资以外 船主愿意再多给医生一笔钱 让医生忘掉所有事 去伦敦好好生活 医生不是傻子 要求船主交出保险箱里所有的钱 人家有枪在手 船主只能妥协 不过有话对医生说 财富只会带来痛苦 他不认为医生能承受那种痛苦 承不承受的不是他说了算 拿到钱后 医生一枪解决船主 头也不回的离开 一年后的柏林动物园内 医生头戴礼帽 身穿洋装 手持文明棍 站在北极熊身边 北海惊梦的故事到底就结束了 医生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 最终获得成长 高开始的他唯唯诺诺 被长官陷害也不敢言语 导致自己前途近毁 到补经船上 为了给小哈伸张正义 他勇敢的和亨利对着干 为了活下去 他黑刀包开雄腹 钻进里面 这一切的一切 都代表着医生的蜕变 在远离法治社会的环境下 在生存变成第一药物时 人的善和恶都变得很简单 在如此极端的情况下 人类的敌人不是变化莫测的自然与命运 而是人与人类自身的恶 好了就说到这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